你爸爸 他在火車站那邊說 他迷路了不知道怎麼回來 警方執行情務 順利把迷路勞翁帶回家 鄰居在門口撞劍 臉色卻突然變得很難看 小聲的跟警察說 原警聽了瞬間被急發涼 細絲急扣 那剛剛車上在的是人 南台是鬼 時間往回推 你現在你的廟看好嗎 原來這名83歲老翁 出了火車站 卻不知道怎麼回家 在百貨公司附近遊蕩 讓新民眾找來警察 跟老翁溝通 好不容易拼湊出身分 卻有鄰居大驚失色 你害怕嗎 不會啦 我在家回來 事後詢問才知道 台中北區這間大樓 上禮拜有住戶往生 附近鄰居也沒有追問 以為就是迷路老翁 鬧出死而不生的大烏龍 把警方嚇出一身冷汗 記者臨時是李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主播可以看見 遠景隊跪在地上的男子大聲喝釋 要求他乖乖配合 並將男子壓制在地 十七號晚間六點多 新北中和民享街 發生這起強盜案 男子本想搶劫滷味店 在店員經歷反抗之下 只搶走一把菜刀便離開 他便遲到到附近燒拉店行搶 燒拉店的監視器也拍到 男子本來坐在店內的座位 卻突然起身拿起菜刀恐嚇 嚇壞店員及店內所有客人 初步瞭解一名男子自滷味店 奪取菜刀後前往沙拉店行搶 民眾看見後陸續報案 警方立即到達現場將該男子逮捕 就瞭解男子疑似喝醉酒 加上他肚子餓才會在沙拉店行搶 警方將男子依現行犯逮捕 立查扣菜刀一把 訊號依加重強大罪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你應該知道我們為什麼找你吧 不如你 沒關係 火車到站不開門 因為警方在車廂內 帶到一名詐騙車手 可以幫我開車門了 我們下車聊 遠景亮警棍搜身 從車手的背包裡 當場取貨30萬元現金 詐騙集團騙取一名62歲男子 跟男子說你親人替人擔保 要賠償160萬元 嚇得男子趕快先抱著 現金30萬元要救急 他付了錢以後才向親人查證 發現自己被騙 在竹南火車站將販錢攔截下來 車手狡猾翻案後還曾變裝 以為不會被人發現 沒想到不到兩小時就被逮 幸好被害男子的30萬元 一張也沒少 那事後被騙人表示 台所在短短兩個小時之內破案 這種情節只有電影才看得到 實在太神奇了 車手真是抓不完 台中還有一對車手居然是父子黨 50多歲的爸爸 原本是食品加工廠的老闆 但生意失敗欠下400多萬 為了還錢他拖兒子下水 一起當車手 兩人狂領390萬元 父子倆貨出去 被抓留下案底後悔莫及 記者臨時新聞 是韓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曾信男子和其他兩名友人 上車沒多久 他搶下朋友脖子上的金項鍊 拔腿狂奔 接著他衝向路旁黑色轿車 仰牆而去 原來他向朋友借錢不成 竟然用搶了 車斷約事前 中價值2萬多的黃金項鍊後 乘車逃逸 男子搶的金項鍊 總價值高達20萬 底下還有一塊金牌 男子親機之下 搶走其中一小節 便賣得手2萬元 而他逃窜大費周章 從苗栗叫白牌車到台中 便賣金項鍊車資2000元 接著又轉搭計程車到高鐵站 高鐵煤車改搭小黃回高雄 這趟足足灑了8000塊 不敢回家入住商旅又花2000 便賣不乏所得 一半以上都成了逃逸交通費 落網時全程上下只剩1000塊 案發後17小時與當地員警聯手在一處旅館查 或犯嫌棄回案案發隔天一早就在旅館落網 警方調查這名曾姓男子沒有工作 到苗栗找朋友借錢 逃逸過程又搭計程車又住旅館 最後狼狽落網 借錢不成用搶的 最後連朋友也做不成 記者彭正銘 韓正行 吳彭馨 苗栗報導